哈囉大家好,我是萱萱 第131期卡池給到的是汪達秀的香火 Vaner角色是M 4星給到的是M 天馬子和汪達秀的臉 3星給到的是神戴淚 2星給到的是寧寧 雖然我一直都知道世界企劃很會出卡面 但這次我還是再度被卡面的優秀度給震驚到了 根據官方給出的本期劇情介紹 結束了村民座修行的汪達秀一行人 來到了以殺陣聞名的劇團《三日月祖》 在這次的修行中 他們將要挑戰需要高強度運動的戲碼 也就是本格的殺陣武打片段 有了這個大前提 就能明白為什麼這次覺醒前卡面的設計會是這樣了 首先是Vaner擔當的M覺醒前 當初第一眼看到Vaner圖 我滿腦子只有 真的假的M有這麼帥嗎?的想法 這個四星又帶著威壓感的眼神 和遊刃有餘的笑容 我差點要以為是換了髮型的咪字體 畢竟M很小出這種神情的卡面 大部分的時候M都是燦笑的小天使擔當 這麼有攻擊性讓人雞皮疙瘩爆起的表情實在很稀有 但說到M的個人特色 除了笑容以外就是絕佳的身體能力 結合這次的劇團背景 可以想見會有很適合她的角色在等著她挑戰 從穿著褲帶著木刀來看 想來是時代劇的可能性不低 話又說回這張M的神情 真的是讓我猛然意識到 M真的也是一個演員 光憑一個表情跟一個動作 就能瞬間把人拉進緊張的氛圍感力 這張TOV氛圍真的拉滿 讓跟M對上眼神的我們 完全能處在那種眼前有強者的緊繃感力 會不由自主地想像現在是什麼情境 是在勸敵人臣服嗎? 還是在悠然自得地展現權威呢? 除了說M的神情優秀之外 這張的打光跟披在頭上的半透明罩衫 也很好地烘脫了氛圍 另外有個我很喜歡的小細節是 從寬大的袖口看進去 能看見貼身T恤這點恨尊 下面是同為四星的天馬斯覺醒前 我超喜歡這張的 天馬斯覺醒前不胡鬧的卡麵 某方面來說也算是稀有 尤其這張是開啟本格訓練模式 咬牙負重向前衝的表情超有男子氣概 整張卡麵的動態也很好 動作設計的種種小細節 都有畫龍點睛之妙 頭髮亂飛讓少年感up 整個人重心偏移向前衝刺的奮戰感 搭配塵土飛揚和速度線 以及後面被扯得亂跳的輪胎 可以說是非常的燃了 尤其是腳尖猛電和大腿小腿的線條 以及短袖翻飛的部分我特別喜歡 真心誠意希望天馬斯多出一點這種本系模式的卡麵 而會有這個情境不難想像是天馬斯為了武打 正在鍛煉自己的體格 而這個訓練模式在很多棒球作品也能看到 對加強全身體感很有幫助 再來容我先跳過四星的臉 讓我們先看三星的神代類覺醒前 各位這張不說的話 你能相信他只有三星嗎? 這個眼神這個笑容 這個持刀格擋的動作 這個腰部線條跟整個人的氣場 你跟我說你只有三星 神代類你真的是官方親兒子耶 我真心不騙 連雞骨場面都這麼帥 大部分時候除了私服品味堪憂之外 我幾乎要找不到他卡麵有過的缺點了 而且這張根本四星的證據 其實是在覺醒後的部分 等等帶來憤怒譴責一下 下面我們來看覺醒前的蓮 眾所皆知汪大笑的V家 都是可愛的小根屁蟲 會跟著汪大笑的孩子們進行類似的特訓 像這張應該就是在體驗汪大笑訓練體能的項目 後面的妮苦表情超可愛 連那種很難捏的表情我也挺喜歡的 他臉頰上甚至都掛起了小憨豬 別人的二代團服設計也很好看 我個人是覺得比第一代好看啦 在卡麵設計部分 這張卡麵是用了汪大笑很長欠的漫畫式拼貼法 是我很喜歡的一種運用 背景也有用網點增加層次感 整張卡麵的用色很輕盈 光是看著心情就好不起來 再來是讓我非常驚豔的覺醒後部分 這個統一感真的讓我一度以為是限定規格了 我們直接把覺醒後的大家拼成一張圖 將將 請你看 風格真的真的超和諧 看起來就像原本就是一張大圖的感覺 要是不說根本不會發現 神代類是以三星的身份混在裡面的 四張卡麵都是以宇宙為背景 加上大量的繽紛元素組成 像是駛城著英國列車的五線譜軌道啦 奇幻感點滿的神秘外星生物啦 火箭啦 機器人啦 星球啦 電波啦 糖果啦 娃娃啦 琴劍啦 應有盡有 套去飛天小路徑的經典台詞 糖 香料和一切美好的事物 每一張卡麵都盡其所能塞滿了大量的元素 就像小朋友填滿心愛的玩具箱一樣 滿載的興奮感 熱鬧感 真的很有汪達秀的風格 三張部分我們先來看AM的覺醒後 閃閃發光的眼睛裡閃爍著星光 雙腳離地躍起加上彈指的動作非常活潑俏皮 大大的笑容活力十足是我們AM的招牌表情 構圖上看起來AM就像是從腳下的那顆星球 一躍而起飛向宇宙 圖面上繽紛的小物也是以AM為中心炸裂開來 所以即使東西很多也不會失去視覺的焦點 看AM搭配的外星小生物 是穿著宇宙服的兔兔外星人 這系列的大家頭上也都有搭配小生物長出神秘觸角 真的是有夠可愛 再來是覺醒後的天馬絲 救命真的超級超級超級好看 這張卡麵超級天馬絲 我的天 那個得意的表情和挺胸插腰的自信模樣 我們明星小王子又賽度薩雙登場了 我超愛這個被天馬絲微微俯視的角度 而且他還有四角星的小皇冠 我的天 烙印著四角星的大腿靴很色很好看 右後方是汪達蘭的星球也很棒 星球本身也帶著小皇冠 加上星球上的四角星圖騰 跟天馬絲的小皇冠同款 合理猜測這顆汪達蘭就是天馬絲小王子的母星 而高貴的王子殿下從母星出發 正要以自己的魅力征服全宇宙 這張卡還有一個小細節 不只是衣裝 圍繞著斯的金色音符都是四角星收尾 很喜歡這種從全方面強調斯明星特質的小用心 而搭配斯的外星生物呢 是兩隻看起來很像長毛毛的小東西 乖乖的黏在斯身上看起來超級可愛 斯的小觸角看著也很像貓耳朵 而且還帶著星號呢 可愛 再來是假四星神呆類覺醒後 首先我要說 都出成這樣了 不直接弄成四星真的超可惜耶 這張不說真的不會有人發現是三星好嗎 再看看無緣時裝的服裝 開插喇叭褲超老派好讚 差點以為看到Michael Jackson 手臂懸空環繞了一圈跟絲同環的白色四角星也很讚 打面部分很特別的是比較著重科技感 後方是個像宇宙隧道的黑洞式長廊 也是神呆類的來處 他腳下還踩著一個像是高科技滑板的東西 行進軌道幾經蜿蜒正是從黑洞拉出來的 同樣從隧道出來的 還有很多的火箭和愉快的音符 跟其他人的卡面一樣 都有種把歡樂帶往全宇宙的意象 配給神呆類的宇宙小生物也很可愛 一隻住在神呆類的帽兜裡 一隻還駕駛著UFO 跟神呆類一樣都是科技卡 而且他們的耳朵也都超可愛 不得不說神呆類也是超適合這種萌戲觸角的 再來是蓮恩的覺醒後 滿眼星光跟門好奇寶寶 他盤腿坐在一顆奇異的星球上 手裡拿著的地球寶石閃閃發光 右後方是充滿了建築的星球 感覺上跟V加從自己的世界 守護人類世界有點像 尤其蓮恩的星球又是被 汪大秀四人代表社的音樂光環所守護 就更有那種感覺了 左後方的星球還故意安排了香蕉圖案 真的很會 配給蓮的小生物有著像兔子的耳朵 於是蓮坐著的星球上也種了紅蘿蔔 而且這些小生物甚至會幫蓮搬日星球寶石過來 真的有夠可愛 而蓮一直都是可愛的小正太 搭配兔子觸角也是完全無違和感的 最後是二星的凝凝 像是龍腳的觸角一黑一綠很可愛 搭配的是紫色的外星生物 這外星生物甚至還懂飯灑會Wing 這張比較少見的點在散法狀態下 完整露出了單邊耳朵 因為這期覺醒後真的太優秀 所以你明明沒能加入我是覺得挺可惜的 就我個人而言 這期的覺醒前後我覺得都很好看 覺醒前是神情取勝 覺醒後則是毫無理由第一眼就愛上的那種好看 利用卡面完美詮釋了團體熱鬧的特性 這就是我喜歡看世界計畫好看圖片的理由 影片最後秀一下這次的衣裝實裝給未來考慮抽卡的台服豆腐們參考 有天馬斯的 有M的 還有蓮的 那麼我是雪雪 喜歡我的影片歡迎訂閱按讚分享 也可以點右下角的超級感謝或是加入會員支持我 我們下次見 掰掰